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前輩跟各位病友或病友家屬大家好 剛剛楊院長已經很深入前 幫我們複習了或者是講了一下 為什麼會得到癌症 基因的重要性在哪裡 我這邊要特別的focus會是在說 那我們怎麼把這些基因的編譯找出來 首先我先說我是病理科醫師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醫科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會面對到各位病人 可是我們在癌症診斷裡面 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等於是一個審判者 是不是癌症都是我們來決定的 可能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開刀或者是拿到檢體組織的時候 是怎麼把它變成可以做到後面的這些基因檢測 這是一個開刀下來的檢體 可以開到檢體之後我們必須要去處理 我們會量一下檢體的大小 腫瘤是在哪裡 讓它跟邊緣有沒有乾淨 直接把它去做一下記錄 那記錄完之後 我們把它放到這個小小的卡架裡面 就是這個小小的卡架裡面去 那如果是小切片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直接放下去 那如果是比較很小的基因 我們很小的組織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把它用紙包起來 以免它不見了 那這個檢體的時候 我們會讓它固定 然後處理 那因為要脫水 因為脫水之後 我們的檢體組織才可以一直保存在裡面 那隔天之後它脫完水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有點乾乾的樣子 那我們再把它加入 就是所謂的石蠟包埋 石蠟在高溫的時候會是液體 那我們把它加進去之後呢 再把它放到旁邊去的時候 那石蠟低溫的時候它就會變成硬的 就會變成所謂的我們說的蠟塊 那這就是所謂的蠟塊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組織 從這個組織後來就會變成這個蠟塊之後 這個組織蠟塊基本上就可以永久保存 所以我們做完診斷之後 其實這個蠟塊被我們保存 如果之後要做基因檢測的時候 再拿出來再去做基因檢測 那我們也會把它切片之後 再去染色之後來看 就是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 這個檢體它的我們的腫瘤組織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那它侵犯有沒有侵犯到血管 或者是淋巴的組織 然後把它打成一份報告 那就是各位的檢體是怎麼被處理的 然後怎麼把它發成報告是在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一直被保存的 好 那我們病理科醫師除了 我們奇美的病理科就是分子病科 跟大家有點不一樣 我們還有一個精準醫學核心的實驗 是因為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比較 大家其他醫院可能沒有的一些檢測方式 其實我們就有開一個精準醫學中心的癌症諮詢悶症 那可能有些醫師他們家的醫院沒有這些檢測 會轉介病人到我們這邊來 那雖然說是醫生轉介過來 但是其實我每次在跟這些病人聊天的時候 在問他們說 什麼叫做基因檢測其實有時候病人還是不知道 對 那所以 或是說很開心就是台灣癌症基金會有這個機會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了解什麼叫做基因 那這些檢測是怎麼做的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為什麼要做基因 那為什麼要做基因檢測 那剛剛楊院長其實有講過 我們身體是由DNA組成 然後產生23對染色體可以調控我們身體很重要 維持我們身體正常的功能 那所謂的基因就是這一段 這幾段的染色的DNA的序列在這邊 所以DNA基因的話就是一段的DNA的序列 那可能有長有短 可能到幾千個DNA的序列組成的這一段的基因序列 就叫做基因 那剛剛其實我們有講過 癌症的累積其實重複很多個步驟累積起來 那有很多個原因可能都會造成癌症 那像是病毒 像是B肝吸肝 或者是子宮頸癌的HPV的病毒 那可能生活方式抽菸喝酒吃檳榔 可能也會影響到 那現在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空污會不會也會造成癌症 那或者是剛剛有講過遺傳 就是天生本身 從爸爸媽媽下面遺傳的東西 都可能會讓我們基因產生一些變異 然後造成的癌症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癌症的治療方式 除了一開始的局部治療之外 我們全身治療從一開始的就是化療 或者是荷爾蒙療法 那到最近的可能免疫療法跟細胞治療之外 其實中間在最近十幾年的期間 我們非常蓬勃發展就是標靶治療 那為什麼標靶治療會被發展 其實對 就是因為基因檢測的技術被發展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去定序這些基因之後 造成我們的 有開始有更多的藥物可以被發展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是所謂的標靶治療 就是要針對我們特別的基因 它的變異 然後去治療它 那有時候有些腫瘤不一定只有一種基因變異 像是肺癌 它有可能很多種基因變異 那所以我們不知道它會得到哪一種基因變異 所以我們就必須一次都把這些基因的檢查 去把它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就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基因的檢查 那剛剛我們有分 就是大概可以先分成是一個單基因 一次只有檢測一個基因 或者是多基因的檢查 那單基因的檢測其實可以分 剛剛楊院長其實也有講 我們這些基因它就會產生的 細胞就會產生蛋白質 因為蛋白質是維持我們的功能 所以我們基因的突變 也有可能變異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蛋白質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就可以偵測這個蛋白質 可以用一個免疫化學組織的染色 就是用它抗原抗體的方式去偵測它 那就是剛剛我們講 只要切一片的時候就可以去偵測 但不是每個基因它的變異 都會有我們就可以找到 某的確定的抗原或抗體 去把它偵測的出來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做的就是基因的檢測 就是PCR的方式 那這個比較好解釋的 就是我們之前COVID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COVID的時候就要戳病 那一開始戳病 我們剛剛有講過什麼校正回歸 為什麼就是報告要很久才出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一開始我們是用基因檢測的方式 用做PCR的方式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知道什麼CT值 就是高或低 就是複製 就是我們把想要的基因 快速複製的時候去看它 去呈呈它的量出來之後去做的 那快篩其實就是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這個免疫組織染色 就是用抗原的方式 所以快篩很快可以出來 但是基因變異我們必須要去跑這些流程會比較久一點點 那這是單基因的檢測 那可是剛剛我們就 我其實像是肺癌或者是其他癌的癌 不是只有一種基因的會產生變異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很快 就是同時間希望把這些基因的變異都找出來 可能就需要只是一個多基因的檢測 那多基因檢測目前有兩種方法 一種也是用PCR的方式 因為技術越來越進步 那現在的PCR方式有可能一次也可以檢測十幾種的基因 那你可以用這種馬蹄菌的TEST的方式一次把它檢測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要找更多的基因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要幾百種到數十種以上的時候 要很精細的確定它是哪一種的時候 那特別是它是哪一種基因突變 都要全部看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需要使用的就是NGS次世代定序的方式檢測出來 所以剛剛基因檢測怎麼做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PCR的方式 單基因或多基因的檢測方式 那相對單基因的話 需要每次的檢體的量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等待時間的時候 綿染的時候會比較快 那單基因的PCR方式可能時間有長有短 相對多基因或許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這些大部分的話 可能健保有些是給付 有些是必須要自肥的方式 那這邊必須要強調 我們剛剛講算單基因 它一次檢測需要的量比較少一點點 可是它做完這個沒有 我們要再做下一個 其實累積的量 其實說不定會比多基因的檢測來得多 所以像是如果你是像肺癌的病人 一次要檢測很多個基因的時候 像這種多基因的檢測就會比較適合 因為我們每個檢體其實都是很寶貴的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使用下來 但是次次代定序 它必須的時間可能就會比較長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會講為什麼時間會比較長 那目前多基因的檢測 大部分幾乎都是自費的方式 那所以其實健保署在 明年2月 就是明年預計會把次次代定序納入給付的時候 我想對病友來說 應該是可以減輕很大的一個負擔 那現在最流行的其實就是次次代定序 就是NGS 那我們常常會講小Panel或者是大Panel 那到底差在哪裡 其實就是我們基因的設計的關係 我們要找哪些基因出來 那這邊是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次次代定序是怎麼做 我們DNA很常 我們必須要把它打成碎片 因為我們複製的量不會有一次不能全部把它複製完 我們先把它打成碎片 那打成碎片之後 我們要全部的基因都複製嘛 這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們就必須要去挑出我們想要複製的基因 那這就是所謂我們所謂的大Panel小Panel 我們想要做哪些基因 比如說我想針對肺癌的基因 或者是其他卵超癌的基因 那或者是其他我全部都想要看 剛剛說我覺得是幾百種基因 就是我們在這邊 挑出我們想要複製的基因出來 那這些基因的話會像是這種 把它弄在晶片上 所以NGS其實晶片也是很重要 所以晶片不是只有AI 不是只有台積電軍事 其實NGS這邊也需要用到晶片 我們把它弄上去之後 它就開始自己複製成長 把它複製成長之後 它就是一段一段的序列 那這些一段一段的序列 我們就會像拼圖一樣 把它拼到它原本該在的地方去 所以就像拼圖一樣把它拼回去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到 如果我只要複製一個基因 那拼回去很簡單 可是如果我複製幾百個基因的時候 它其實就每個都是碎段 那應該有拼過拼圖 拼25片跟拼1000片的那個困難度 就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越大的基因檢測套組的時候 其實它的分析的能力就要更重要 那剛剛楊院長講到了深度 那深度其實就是看它複製了幾條 同樣這一段基因的序列有幾條 所以理論上如果它深度很深的時候 就是表示說它複製這一段 這個基因序列被我們複製很多的基因在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如果像剛剛講有可能是機器出錯 那機器出錯可能就只有一次 所以複製1000次裡面只有一次錯 我們就會想說這可能不一定是真的 這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所以深度的原因很重要就是在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看它的深度夠不夠 那這些我們會把它丟到資訊分析裡面 去比對說它的問題是在哪邊去比對 所以其實深知分析其實也是很重要 然後最後產生了一個報告 所以NGS大佩人小佩人就是決定 我們要哪些基因 所以現在其實也很多是說 做什麼外閒子 後ASO或者是後群弄的sequencing 那你可以想像如果要做那個的時候 它的定序的序列的深度 就是它的能量就必須更多 所以其實就會更貴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要怎麼做基因檢測 那其實是我們要看是腫瘤的基因 有沒有哪些突變 所以我們就是顧名思義 我們就可能會拿的是腫瘤的檢測 那我們就是用組織裁減的方式 那這一開始 如果你一開始就有做組織裁減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用同樣的組織再去做 那目前的話 我們說的基因的問題是不是有問題的 環境標準 我們可能還是看這個組織的定序的結果去決定 但是其實病人可能大家都知道 也比較適合 超過之後 可能建議你再重新做切片 因為那個可能品質就不是很好 不好去做檢測 那剛剛也有講過 有時候我們需要的量 組織細胞太少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偵測 那肯的時候 你就可能必須要再去做一次切片 那檢測的報告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因為它前處理的時間會比較 包括我們要先把那個蠟 然後再把它丟掉之後 切完片子之後 再把它去拖蠟之後 再去做處理 它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我們現在就換一個方式想 我們剛剛講過腫瘤會轉移 它會跑到血液裡面去 那我們可不可以抽血液裡面 理論上這些腫瘤跑到血液裡面 它可能也會散發一些DNA 在我們的血液裡面去 就是所謂的liquid biocene 液態切片去把它偵測出來 所以對於它腫瘤比較不好 biocene的地方 不好拿去的組織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輔助方式 那剛剛楊院長也有講 腫瘤每個腫瘤的細胞 它的基因變異其實是不一樣 那如果我們是拿這些腫瘤的時候 用組織的時候 可能只有看到這一群細胞 那其他群細胞沒有辦法去看到 但如果我們做liquid biocene的時候 或許可以更全面的可以理解到這些基因的變異資訊 而且抽血相對於去做組織的切片 其實相對風險性會比較少一點點的 其實也有它的一些問題會出現 就是我們要必須在血液裡面看到 腫瘤基因的前提是 它要釋放腫瘤的DNA到我們的血液裡面去 但不是所有的腫瘤都會釋放DNA到血液裡面去 所以如果它沒有釋放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不會偵測到 可能會有偽陰性的可能 那另外就是它沒有辦法評估其他非基因的部分 像是我們剛剛講的蛋白質 或是看說你沒有侵犯到 其他的淋巴血管可能沒有辦法看到 目前它的費用會比較高 那為什麼費用會比較高 就是剛剛跟我們的深度也有關係 深度我們剛剛講 腫瘤的DNA塑定它的量很少 它可能全部都是正常的DNA的組織 所以我們像是大海撈針一樣 所以其實如果要做液態切片的時候 它的深度其實是幾千到幾萬倍以上 就是它其實跟腫瘤組織定序的深度其實不一樣 所以它的費用其實相對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組織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NGS 如果真的組織不夠的時候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那我們中間有一個就是馬蹄菌的PCR 因為它是比較新的技術 所以它其實對敏感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像是這個 它腫瘤組織只有一點點 所以它在外院其實是說 它沒有找到基因的變異 那來到奇美之後 我們幫它做就是馬蹄菌的PCR 那我們特別把這一塊組織把它過來之後去做PCR 然後發現其實還是有肺癌的EGFR的mutation 那它就可以使用標打藥物治療 那這是另外一個 它腫瘤組織只有這麼一點點 所以其實是在外院被推薦 就是說沒有辦法做基因檢測 那這個的話NGS應該也沒有辦法做 因為它需要的量會比較多 但因為我們就是做PCR的方式 那結果也是有找到基因的變異 讓它可以去用標打治療的藥物 所以中間還有一個就是PCR的方式 其實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那哪些癌有需要去做基因檢測呢 那其實剛剛 之前的癌症基金會他們其實問的問 其實大家最關心 為什麼要做基因檢測 其實都是要使用標打藥物 那目前健保給付的標打藥物其實還蠻多的 就黑體質的這些都是 那有些其實是預計可能已經取得台灣的失陰症 也可能已經可能或許已經在申請健保當中 但是只有紅色的這個 才是健保有給付的檢測 所以你看其實很多的檢測 其實檢測其實健保都沒有給付 那可能對於大家來說可能會是有種負擔 那特別是有些檢測 它必須一定要用NGS的方法去做 像是乳癌、卵巢癌、攝護腺癌的BRCA1、2 因為它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它是抑癌基因 它的基因每一個位點都有可能產生突變 所以我們要找的時候就必須要用NGS的方式 全面性的把這些基因都檢測出來才可以 那所以如果我們不檢測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使用這些藥物去治療 那所以基因檢測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能也會有癌癌也有問說 那是不是我的癌症沒有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就不適合去做基因檢測 基因檢測就不對 我沒有幫助呢 那其實我們接下來我們的癌症治療方式 其實也有改 以前可能會看看你是哪一種癌癌 你是甲狀腺癌、肺癌 你就用什麼化療的方式 那像有標靶治療之後 可能會變成你是肺癌 但是我看你是哪一種基因的邊緣 讓你去做治療的方式 但是現在又變成更新的是一種叫做 補定腫瘤的治療方式 就是說你是什麼癌癌 其實好像不重要 重點是你有沒有這個基因的邊緣 那像是甲狀腺癌、肺癌 或者是黑色素瘤 如果你都有BRAV的這個基因的突變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去治療這個藥物 那所以其實目前有一些藥物 已經有取得在台灣的TFDA 台灣的食藥署已經有取得不定腫瘤 就是所有的實體腫瘤都可以去治療的 那巴工案是Kitsuda、Titsuda 它這個是免疫治療的藥物 那像是N-Track或者是BRAV 這個都可以拿到全實體腫瘤 就是不管你是哪種癌癌 只要你是有這些基因的邊緣 都可以去治療 那這個其實還是要想一下 必須要先在你的臨床醫師再去討論 雖然它可以拿到全實體腫瘤的治療 但是其實每個癌症 它發生的這些基因的邊緣 其實都不一樣 而且說實在它其實對藥物的效果 其實也不一定會一樣的 那像我們剛剛講的BRAV這個藥 雖然它拿到實體腫瘤 但是它其實在結腸直腸癌的病人使用的時候 其實效果就沒有這麼好 那所以它可能就不適合 雖然它拿到這個適應症 但是在對於這些病人來講的時候 你再去用這個藥物 可能效果就不會這麼的好 所以就必須要去跟臨床醫師 再好好地深入討論一下 是要做什麼檢測 那除了標靶治療檢測之外 另外其實大家會很關心的 就是抗藥性 我們吃了一代的標靶之後 可能會產生抗藥性 因為生命都會找到出路 癌症的細胞也會找到出路 它可能會產生新的抗藥性 那這個新的抗藥性 目前或許又有一個新的藥可以去治療它 那這時候如果是產生抗藥性之後 其實會很強烈建議 阿姨我們可能會去做的 就是次世代頂序的 那特別是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這種大Panel的幾百個基因的 一次把它療整 它的抗藥性的基礎 其實是會很有幫助的 那另外就是像剛剛講的 你有可能是比較年輕得到 或者是家屬 其實大家都有同樣的基因的變異 同樣的癌症的時候 可能會想說會不會遺傳下去的時候 可能就會適合做的是 遺傳性的基因檢查 那剛剛其實很重要 就是怎麼要選擇基因檢測的服務呢 因為對貨就會影響很重要 那特別是像Google很方便 大家去Google找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我只要打基因檢測 我還特別顯示是那個無痕模式 都沒有記憶的 就出現七八十種 你想說我到底要怎麼找這些基因的模式 那其實美國食藥署FDA 其實也有發出警告 就是特別針對我們這些標靶資料的藥物 如果你選擇錯誤的時候 使用到一個不合格不合規的一些檢測的時候 可以讓你本來有藥變成 你就沒有去使用這個藥 或者是你不應該使用這個藥 去使用這個藥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另外我們這些檢測出來的DNA的數據 其實我們是個資 那它如果上傳到雲端的時候會不會被害 雖然我們不是祖克伯或馬斯克 沒有人想要我們的DNA 但你也不知道怎麼去弄它這些DNA 那還有就是可能會有些人會關心的是 我們可能會使用的基因的檢測方式 是中國製造的一些試劑 那會不會把這些DNA分析的資料 上傳到它的雲端 那中共會不會拿到這些資料 你可能會有關係 那你可能就必須要去了解一下 你使用的DNA的品質到底好不好 那所以其實衛福部也有關心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三年前就有通過特管的辦法 必須要說這些實驗室必須要通過認證 而且必須要衛福部核准之後才可以去施行 那我們也會定期的檢測醫療機構的管理的模式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是 這必須是醫療機構跟醫師 跟民眾討論好決定之後 我們再委託認證實驗室 就是所謂的生計公司 或者是醫院的實驗室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以前很多就是民眾在門診外面的時候 有業務跟你推銷 就是說要不要做基因檢測 或者是你自己上網之後 就是跟那個業務聯絡 在明年二月之後 其實這個都是不合法的 就是我們必須要有確定說 我們這個實驗室是合法的才可以 所以就是不要相信誇大不適的廣告 那必須要跟醫師去好好的質詢聯絡 那包括他的風險性 微陰性 微陽性 那像剛剛講的很重要 像是深度這些的問題 必須要好好的去討論的時候再會去做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一直 最近一直推動的就是醫病共享SDM 必須大家要好好的問問題 把你的考量 其實經濟考量也是一個 我到底要不要這時候去做NGS的檢測 都好好的去考量之後再來做決定 所以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48歲女性 那她是今年的時候 她原本是打算過年後來開刀 就是診斷是假裝下來要來開刀 不過她在過年前就突然間說 她喘不過氣來 馬上到急診 然後發現她這個腫瘤很大 把她的氣管跟Vocal code 就是聲帶把它壓住 她完全沒有辦法發出聲音 那我們就是他們 所以這時候就馬上去做集氣切 那馬上就是做切片之後 去確定她是什麼腫瘤 那確定之後 我們馬上去幫她做基因檢測 我們用的是麻蹄菌的方式 幫她找她的標靶 那剛好這個假裝腺癌的病友 很幸運 她就是有一個特別的標靶的藥物可以使用 馬上幫她申請 所以這是她三個月之後 所以氣切其實還在 可以看到其實標靶很有效 她整個都是同的了 那她跟臨床醫師回饋我們 她說病人跟他們講說 她從來沒有想過她還有可以講話的一天 所以你看這個好好的檢測 真的是可以幫助病人去找到 這最適合她的藥 那她的生命可能還是會有一所改變的 所以最後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對著檢測對著治療 願意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謝謝 謝謝